好了 瑞奇该怎么做呢 他现在下榻的这家旅馆 就是卡斯帕洛夫遇害前所住的那家 在这家旅馆里 或许有人与这宗谋杀案有关 或者知道谁是关系人 在瑞奇想来 他必须使自己十分的显眼 换句话说 他必须对卡斯帕洛夫的死显得关切 然后才会有人对他关切 进而找上门来 这样做很危险 但他若能使自己看来没什么恶意 他们或许不会立刻发动攻击 好吧 瑞奇 看了看自己的计时代 现在酒吧中 会有些人正在享受晚餐前的开胃酒 他最好加入他们 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就某些方面而言 为何可以说是个相当禁欲的地方 每一区皆是如此 只不过某区的标准可能与另一区完全不同 在此地 饮料中不含酒精 而是以合成配方达到提神的目的 瑞奇 瑞奇不喜欢这种口味 发觉自己根本无法适应 但是一杯在手 他就能一面慢慢喝 一面 死下张望 有一位年轻女子坐在数张桌子之外 接触到她的目光后 她的视线便难以转开 她相当的吸引人 然而为何并非每一方面都禁欲 一会之后 这位年轻女子浅浅的一笑 站了起来 她轻飘飘地走向瑞奇 瑞奇则满腹心事地望着她 此时此刻 她万分遗憾地想到 她简直不可能再节外生枝了 她来到了瑞奇的身边 站了一下 然后轻巧地滑进旁边的一张椅子 嗨 你看来 不像是这儿的常客呀 瑞奇微微地一笑 啊 我不是 你认识所有的常客吗 差不多吧 她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 我叫马尼拉 你呢 瑞奇此时更感遗憾 她的个子相当的高 比她自己没穿高跟鞋时更高 这一向是吸引她的一项特点 她有着乳白色的肌肤 而一头捎带起伏的长发 则透着显著的深红色的光辉 她的衣着不太鲜艳 而假使她再努力一点模仿 应该就能像个不必辛勤工作阶级的体面女子了 瑞奇说道 我的名字并不重要 我没多少信用点 哦 那太可惜了 马尼拉做了个鬼脸 你不能弄下来吗 我也想啊 我需要一份差事 你知道有什么机会吗 什么样的差事 瑞奇耸了耸肩 我没有任何不得了的工作经验 但我可不自大 马尼拉若有所思地望着她 告诉你一件事 是 吴明氏先生 有些时候 根本不必任何信用点的 瑞奇 立即愣住了 过去 她对异性相当有办法 但那是有八字胡的时候 有八字胡的时候 现在 她能在她的娃娃脸上看到什么呢 她说道 告诉你件事吧 几个星期之前 我有个朋友住在这里 现在 我却找不到她了 既然 你认识所有的常客 或许你也认识她 她名叫 卡斯帕洛夫 卡斯帕 卡斯帕洛夫 她稍微提高了一点音量 又说了一遍 马尼拉 茫然地蹬着她 同时摇了摇头 我不认识什么人 叫那个名字的 哦 那太可惜了 她是个九九派 而我也是 对方再度献出茫然的表情 你知道九九派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听过这个名称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是某种工作吗 瑞琪觉得很失望 那 可说来话长了 这话听起来 像是要打发她走 迟迟了一下之后 马尼拉便起身 飘然而去 这回没有再露出笑容 她竟然待了有这么久 瑞琪不禁有点惊讶 不过 谢顿始终坚持 瑞琪有讨人喜欢的本事 但当然不是指这一类的 职业妇女 对她们而言 酬劳就是一切 她的目光 自然而然地跟着马尼拉 看到她停在 另一张桌子的旁边 该处独坐着一名男子 那人刚戒中年 一头乳黄色的头发 平滑得像后书 她的脸刮得非常干净 瑞琪却觉得 她可以留一把落腮糊的 因为她的下巴太过突出 而且有点不对称 显然 马尼拉也未能从 那名男子身上唠叨什么 他们交谈了几句 她便走开了 太早了 但她绝不可能 常常失败的 她无疑是那种 引人瑕疵的女子 瑞琪相当不自觉地 开始行思 假使自己能采取行动 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然后 瑞琪察觉到 又有人来到身边 这回是个男的 事实上 那正是 马尼拉刚才 攀谈的那个人 她感到十分的震惊 自己竟然想得出神 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凑近 还着实冷不防地 吓了自己一跳 她实在承担不起 这种风险 那名男子 望着她 眼中射出好奇的光芒 你刚刚 和我的朋友在聊天 瑞琪不禁露出灿烂的笑容 啊 她是个很有善的人 是的 没错 而且 她是我的好友 我忍不住偷听了 你对她说的话 没啥不对劲吧 我想 一点也没有 但你自称 是九九派 瑞琪的心脏 几乎跳了出来 她对玛尼拉 说的那番话 终究 还是正中红心 那些话 对她毫无意义 但对她的朋友 似乎不然 这表示 她找到了门路了吗 或者 只是找到了麻烦 瑞琪 尽全力 打量着这位新朋友 却不让自己满脸的纯针 消失无踪 此人 有着一对尖锐的淡绿色的眼睛 她的右手握成拳头 放在桌上 看起来颇具威胁性 瑞琪一脸严肃地望着对方 默默等待 于是 这个人又说道 据我了解 你自称 是九九派 瑞琪锦亮显得坐立不安 车道不难 她说道 先生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我认为你 年纪不够 我的年纪足够了 我以前 常在全新电视上 看九九 九人男的演讲 那你能引述几句吗 瑞琪耸耸肩 不能 但我掌握了概念 你真是个勇敢的年轻人 竟然公然宣称是九九派 有些人 不喜欢听到这种事呢 我听说 为何 有许多九九派的 有可能吧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 我在找一份差事 也许 其他的九九派 会帮我的 达尔也有些九九派 你是从哪来的 毫无疑问 她听出了瑞琪的口音 这点是无法伪装的 瑞琪答道 我出生在千蛮区 但我青少年时期 几乎都住在达尔 做些什么呢 没做什么 上上学什么的 你为什么是九九派 瑞琪故意让自己 变得激动一些 她既然住在 饱受压迫与歧视的达尔 不可能没有成为九九派的 明显理由 她说道 因为我认为 帝国应该有一个 更能代表民意的政府 让更多的民众参与 而各区 还有各世界之间 应该更加平等 任何有头脑 有心肠的人 不都是这么想的吗 你想见到 地质被废除吗 瑞琪顿了顿 虽然发表任何颠覆性的言论 都能没事 但公然反帝的论点 则超出这个界限了 于是她说道 我可没那么讲 我信任皇帝陛下 可是整个帝国 远非一个人能治理得了的 不是一个人 还有整个的帝国官僚体系 你对首相 哈利谢顿 有什么看法 对他 没啥看法 对他并不清楚 你只知道 政府事务 应当更加的反应民意 对不对 瑞琪让自己露出一副困惑状 说道 那是九九 九日南以前常说的 我不知道你管他叫什么 我听过有人管他叫民主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民主 是某些世界尝试过的一种制度 有些世界 则仍在尝试 但我没听说那些世界 治理得比其他世界更好 所以说 你是个民主人士 这 这是你用的称呼吗 瑞琪故意垂下了头来 仿佛陷入沉思 我觉得 称九九派 自在多了 当然 身为达尔人 我只不过在那里住过一阵子 你完全赞成 诸如人人平等这类的主张 达尔人 身为被压迫的一群 自然会有那样的想法 我听说威和人 对九九思想也十分热衷 他们可没有受到压迫 理由不同 历任威和区长 总是想当皇帝 你知道这件事吧 瑞琪摇里摇头 十八年前 瑞希尔区长 差点就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 所以说 与其说威和人是九九派 不如说 他们是反克里昂的叛逆 我对这种事 啥也不晓得 我可不反对皇帝 但你赞成伸张民意 对不对 你是否认为 某种民选的集会 能治理银河帝国 而不至于陷入政争 和党同伐议 不至于瘫痪呢 啥 我可不懂 你是否认为 在紧要关头 一大群人能很快做出决定 或者是 他们只会坐在那里 争论不休呢 我不知道 可是 目前只有少数人 能为所有的事件做决定 这似乎不太合理 你愿意 为你的信仰而战吗 或者 你只是喜欢口头说说 没人要我做任何战斗啊 假设 假设有人要你这么做 你认为 你对民主 或是对九九哲学的信仰 有多少分量 我会为他而战的 只要我认为 这样会有好处 好个勇敢的小伙子 所以说 你来为何 是为了你的信仰而战 不 我不能那么讲 先生 我是来找一份差事的 这年头 找份差事可不容易 而且我没啥信用点 人 总得活下去吧 这我同意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 在毫无预警之下冒了出来 但瑞奇早已有所准备 普朗士 是名还是姓啊 据我所知 就这么个名字 你没有信用点 而且我猜 受的教育也极少吧 只怕就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专业工作经验 我没做过啥事 但我愿意做 好的 我告诉你怎么办 普朗士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白色的小三角形 按了几下 上面便显出了一行字迹 然后他用拇指抹了一抹 将那行字迹固定 我会告诉你 该到哪里去 你带着这个东西 他能帮你 得到一份工作 瑞奇接过了那张三角卡片 瞄了一眼 那行字迹似乎会发出荧光 但瑞奇却读不懂 他激紧地望着对方 问道 可万一 他们以为 是我偷来的呢 这东西是偷不走的 它上面有我的标志 现在 又有了你的名字 那万一 那万一他们 问我你是谁呢 不会的 不会的 你就说 你要一份工作 这是你的机会 我不能保证 但 这是你的机会 他又给了瑞奇一张卡片 这是你该去的地方 这回瑞奇看懂了上面的字 哦 谢谢你 他咕弄道 那个人做了一个打发他走的小手势 瑞奇起身离去 不知道自己 将碰到什么 来来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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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布安多润 望着坎波尔丁恩纳玛提 后者踏着沉重的步伐 来来回回 在狂暴的激情驱动下 那马提显然无法安分地坐着 安多润心想 他并不是帝国中 甚至这个运动中 最聪明的人 也不是最机灵的人 更绝非最具理性思考能力的人 所以 必须时时有人替他踩沙车 但他的自我驱策 却是其他人都比不上的 我们会放弃 会罢手 而他不会 或推 或拉 或刺 或踢 他无所不用其极 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像这样的人 不 我们一定得有个像这样的人 否则将一事无常 那马提 停下了脚步 仿佛感到安多润的目光 有如芒刺在背 他转过身来 说道 如果 你要为卡斯帕洛夫的事情教训我 那就省上吧 安多润 微微地耸了耸肩 何必教训你呢 事情已经干下了 伤害 如果真有的话 已经造成了 什么伤害 安多润 什么伤害 假使我没那样做 我们才会受到伤害 那个人 眼看就要成为一名叛徒 不出一个月 他就会跑去 我知道 当时我在场 我听到了他说些什么 那么 你该了解我 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 你不会以为 我喜欢杀害一位老同志吧 我别无选择 很好 你别无选择 那马提 再度迈开沉重的步伐 然后又转过身来 安多润 安多润 你相信神吗 安多润 双眼圆征 相信什么 神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字眼 那是什么 他不是银河标准语 就是超自然影响力 这样懂 这样懂了吧 哦 超自然影响力 你何不早说呢 不 我不相信那种事 根据定义 存在于自然规律之外的事物 才成为超自然 可是 没有任何事物 存在于自然规律之外 你变成一名 神秘论者了 安多润的问法 仿佛在开玩笑 但他的眼睛 眯了起来 并透出 突如其来的关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